宇宙到底有多空旷?你有想象过吗? 宇宙对于人类来说是个极其神秘的空间 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位于宇宙之中 同时我们也是宇宙内的生物 但是宇宙似乎是个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点的未知空间 我们所能仰望的只有茫茫无尽的黑色太空 宇宙从来没和我们展示过有关它的故事 我们对它也一无所知 但是浩瀚星空始终吸引着人类不断前往 对于宇宙人类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好奇心 随着科技的发展 似乎宇宙的秘密也在一个一个被揭开 那么关于宇宙究竟有多空旷? 真相很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 宇宙是怎样诞生的? 要想知道宇宙究竟有多空旷? 我们就得先来了解宇宙的历史 在很多东西方神话故事中 勾不约而同地将宇宙认为是神的创始物 在西方 人们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一切 宇宙自然也是上帝的作品 而在东方 我们则认为是天地创造了世间万物的一切 但是从现代科技与理论来看 科学家们认为宇宙很可能是在一场大爆炸中所诞生的 这也就是目前天文学界中最为著名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早在1905年的时候 爱因斯坦就提出过狭义相对论 这在当时整个物理学界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而在1915年的时候 爱因斯坦又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扩展了广义相对论 在广义相对论中 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方程式 重力场方程 这个方程的出现对于后面宇宙大爆炸理论 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爱因斯坦通过这个方程式发现 宇宙似乎是在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这种变化既有可能是在向内收缩 也有可能是在向外扩张 总之是和原来爱因斯坦所构思的静态宇宙观是有所不同的 后来爱因斯坦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就在其中加入了宇宙学常数 只要常数能够进行合理的去值 这也能预言着宇宙是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在当时 一个名为勒梅特的物理学家 又从爱因斯坦的公式中发现了端倪 他认为爱因斯坦眼中的宇宙是不稳定的 于是在这个基础上 勒梅特提出了宇宙弹假说 认为最早的宇宙 实际上是从一个与原子差不多大小的宇宙弹中不断膨胀形成的 所以宇宙弹假说也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初级学说 后来在天文学家哈勃的观测下 似乎找到了可以印证宇宙正在进行动态变化的证据 在哈勃的观测中 他发现银河系外的星系似乎都在不断地向我们远离 且远离的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 这也能说明我们的宇宙直径上是在不断膨胀运动中的 而这种现象恰巧也印证了勒梅特的宇宙弹假说 我们的宇宙确实是在不断地变大中 在后续的进一步研究中 一位名为加莫夫的科学家 就结合了量子力学等物理规律 对宇宙动态变化进行了更为深层次的研究 最终得出了合火球模型 这也就是最早期的宇宙大爆炸前身 因为科学家们认为宇宙大爆炸一定会留下余温 所以此后这个余温也被称作为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同时科学家们也认为在大爆炸过后 宇宙当中的氢元素和氦元素的质量比会呈现三 一的趋势 于是这样的宇宙微波背景和氦元素功夫度 也被认为是宇宙大爆炸学说成立的关键 宇宙究竟有多空旷 根据目前的主流看法 科学家们通过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推断 我们的宇宙已经膨胀了138.2亿年了 且在这过程中 宇宙直径已经达到了920亿光年之大 甚至这一数值还能更大 但是这些数值终究还是理论 且根据研究发现 宇宙实际上还是在不断长大中的 关于宇宙具体的大小 很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因为宇宙的空间是如此的大 所以宇宙之间星体的距离其实也是相互之间离得非常远的 虽然人们常说宇宙之间的星体比地球上所有沙子的总和都多 但是在宇宙中实际上还是一片荒芜的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银河系来说 在银河系中恒星的分布实际上是非常不均匀的 当恒星距离银河系中心越远的时候 所处区域的星体密度就会越低 每距离银河系中心多326光年的位置 恒星之间的密度就会下降每立方光年2.9颗 而在我们所处的太阳系内 我们的恒星密度已经降低到每立方光年0.004颗 按照平均数值来算 银河系当中的恒星平均密度数值 大约是在每立方光年0.006颗 按照这样的数值来看 在银河系中 大概每167立方光年才会出现一颗恒星 恒星和恒星之间的距离其实是非常广的 况且在宇宙中还存在着宇宙空洞 很多地方是完全没有星体的 就这样而看 宇宙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中的空旷得多 宇宙实际上是还在不断扩展当中的 星体与星体之间的距离也只会越来越远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 宇宙膨胀对于我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类作为宇宙中渺小的一份子 想要探究宇宙更多的秘密 还需要更长时间的等待 对于宇宙的猜想 我们也还需要时间的验证